解放军万顿大区 昆明舰 咸宁舰等多艘舰艇 集结南海展开实战化演讯 17点巧合 正值美飞肩并肩联合军演 最后一天 就是为了要和美飞互别苗头 而演习地点 选在菲律宾12海里外的南海 并且在邻近台湾的巴丹群岛 实施夺刀演习 简直意味可说是相当浓厚 另一项重头戏就是 这次军演要集成中国制靶船 卡里拉雅胡号 但过程不尽理想 美飞两军是在发射四轮弹药后 才成功集成 尽管飞队兵强调 选择中国制靶船 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外界都认为美飞是意有所指 中方日前也抨击菲律宾 不要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 停止挑动对抗 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而不是使用精神胜利法 搞自我安慰 大陆军事专家也分析美飞双方 其实都心知肚明 菲律宾军力无法和美国匹敌 还指出双方无法达成演习实际效益 他也指出菲律宾的真正目的 仅仅是要依靠美国预外力量 为菲律宾全腰壮胆 威慈中国势力 记者综合报道